我们近日接连有小朋友在高楼大厦的屋顶上玩 究竟有多危险呢?万一发生了意外,谁要负责呢? 有友好云带我们看看 在浙江温州,几个小朋友在高楼屋顶上玩 一跳,名符其实的空中飞人 幸好成功跳到另一边的屋顶 在贵州津义,又有几个小朋友在32楼的屋顶上玩 其中两个人竟敢从屋顶上慢慢向下线 如果线下去的速度太快,后果不堪切上 而在深圳这栋住宅大厦的屋顶 两个大约5岁的小朋友就在八层楼高的屋顶柱水池旁来玩 其中一个小朋友竟敢在无防护之下 在柱水池的边缘跑来跑去 你们在干什么,赶紧下去,不能在屋顶上玩 你再这样我就报警 这些画面看到都觉得惊 一旦出现意外就不堪切想 有内地法律专家指出 小朋友这些行为,父母责无旁态 监护人作为他的第一责任人就应当引导和监督为成年人 尤其是在一些危险区域,危险活动 更应该做到一定的培护 所以儿童如果说在玩耍的过程当中 因此产生的安全问题 首先是要由监护人来承担相应责任的 他又指出,物业管理公司都应该加强管理 避免小朋友可以随意进入屋顶 如果楼域管理不善,导致小朋友有损伤 物业管理公司都需要负上相应责任 有线电视记者由浩雲报导